走进美式大卖场内壶店 林凤云鲜奶冷藏柜贴着售完公告 场景换到台中店 开门没多久 柜台前已经有一车子的林凤云 被退货等着销毁 苗买苗退行动 矛头又指向另一产品 架上的盒装UCC绿挂式咖啡 是顶星和日本品牌合作 未全持股34% 有网友在PTT上 po文指出 他在美式卖场一口气买了16盒 接着在苗退 还有民众购买24罐的UCC集容咖啡 戳破封膜后进行退货 我会买那个顶星的产品 我都仔细看是不是顶星的 像那个就是收银员什么 他们会很辛苦 近临风营后 民众寻找新的抵制标的 被锁定的UCC负责生产的日方大喊无辜 社长将紧急在15号来台澄清 退货行动究竟损失到谁 台北市长柯文哲选举时的网路军师 窄本桥翻出美国好市多2002年的合约 记载所有退货成本 由出货厂商负责 包括通路处理的开支 换句话说卖场并没有任何损失 面对民众群起公知 另一量饭卖场则是在鲜奶柜旁放整叠的 林凤云简介DM 还附上折价券 还有网友发现卖场内的林凤云注点阿姨 自印报纸简报 卖力和客人解释呼吁理性对待 但抵制行动延烧 从品牌到通路无不绷紧神经 记者综合报道